过去在念头是凡夫是念头 现在你看到念头还是凡夫吗 你根本不随他凡 为什么不随他凡 因为你再黑是绝 再白是绝 再苦是绝 再乐也是绝 人家是坐在苦乐黑白 所以随起夜地 种种流转在凡 你是在一切感受现前 相貌为凡之时 你念念体会的就是他 从来不变的一真的根本本性 所以一真之中 能够现一切相 能够随缘现一切真 那现一切真处就表示什么 他能够现的就是缘起的缘甲 过去你看到是缘甲 现在原甲也都是真性 所以一真一切真 一真一切真中 他能够陷进一切 种种庄严 意思就是一样 念头还是念头 起心动念还是起心动念 但过去每一个念头之中 就是一次夜感的沉沦 现在你会在每一个念头之中 你可以看到灰光心中的智慧 那个就是什么 那个叫做滑藏世界 所以滑藏世界海中 最初还有回光的世界 也有能够铺书的世界 综合其 回光的世界跟铺书的世界 合在一起 就是滑藏世界 那是你的根本世界 那你说世界 以为我们现在都躲在娑婆世界 你仔细思维 同样不要讲娑婆 那样子 好像你长娑婆 那个名字太大 你根本搞不清楚 娑婆在何处 就讲台湾 就像你现在感受到的地方 你或许是北部 或许是中部 或许是南部 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你会发现 你心境不同 你所感到那个地方的感受 跟你现在的心中的启发 就是不同 有的人就在台湾 他永远看的都是恶像 但有的人就在台湾 他永远感受的 都是心中的祥和 有的人在台湾 他永远就感受到 种种逆境挫折 有的人在台湾 他永远都是感受到 种种不断的 旁边有种力量的呵护 跟他的不断的护持 所以你发现 其实世界在哪里 不就在你心里 你心里是什么业力 那当然你就会感觉到 世界就会呈现的不同 所以世界不是真的 万法为心才是真的 那万法为心真处 但是有一个心 它是念念从真性中出 那一念心是什么心 那方便来说叫真心 真心是什么像 真心无像 但是无像之中 它可以跟你分辨 什么心 现前时 是往下沉沦 什么心 现前时 它是念念曾上 那能现沉沦 能现曾上的 都是那一心 所以能明白一心的人 他不在 向下沉沦之中 往说拔计 他也不在任何 于法中真上之中 做宗族狂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